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知尿CSS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七讲 那么在讲这节课之前,我们来先看一下上节课一个东西,一个讲的一个内容 上一节课呢,主要是对这个SaaS的一个基础里面的变量和导入进行的一个讲解 然后呢,有一个小demo,没有完成,这个呢,我们会在这节课继续完成 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客户任务,来看一下 实现,就是说,利用所学的这些知识呢,实现一组提示框的一个样式 那么大概的效果呢,就跟这个一样 那么这个呢,应该怎么去做呢 相信大家下来,根据自己的一个学习情况,也进行了这样一个编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编写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四个DIV的话,就和我们那个图上提到的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呢 看一下,有背景色带边框 好,这个还有在圆角 那么这个呢,就和我们实现的效果是非常类似的 如何实现呢 我们来看这个代码 具体的代码呢,就只有这么短短30毫 好,第一个呢,是设置我们的这样一个,呃,这里 这里,这里其实是用这个一个变量的 或者Radius 好 这个呢,是使用我们的一个变量来设置它的这样一个圆角的一个幅度 那如果我们以后想改它的一个圆角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变量上改一次 那么相应的所有的圆角都已经变大变化了 而且是一致的 那么第二个呢,是用到了上级客所学到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素组,这个Map类型的一个多值变量 它呢,是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MapGate这种方式来获取它里面的一个值 但是要注意啊,这里面的k 不要带这个美元,美元符号 如果带美元符号的话,它会认为是一个变量 那么在查找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好,这个是一个小细节 第三个呢,是我们上级客所提到的这样一个 NIST类型的一个多值变量 对于NIST类型的一个多值变量的话 我们是通过NTH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来通过下标来访问的 当然注意这个下标的一个序号是从1开始的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上级客的一个回顾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本节的一个内容 在本节课里面呢,我们主要有三个内容点 第一个呢是嵌套 这个嵌套呢,是这个预处理器里面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第二个呢是继承 对于继承的话,它会分为很多种情况 那么这我们可能我们会分别来为大家讲解 第三个呢是站位选择器 这个呢其实和继承呢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我们没有站位选择器这个东西的话 那如果我们要实现继承的话 那如果我们要实现继承的话 我们这个编译处的这个CSS 或许会多很多额外的一些代码 那么这个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这样一个加载速度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站位选择器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首先呢是这个嵌套 嵌套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是选择器嵌套 好,这个呢就比较常用了,我们来简单演示一下 好,这儿呢我已经复制了一份到Unity7里面 然后这里面我们直接来书写 好,这个地方就叫2.sus 好,选择器,这个选择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一个body,它是一个选择器 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指定 当GroundColor 然后一个浅一点的颜色 全灰色 好,那么body内部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header 这样一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指定它的一个颜色的话 好,浅绿色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指定了两个 一个,两个选择器的一个样式 那如果我们用常规的cs 来写的话,我们的这个header的话 应该是写在哪个地方的呢 应该是写在这样子写的 但实际上呢我们是把它放在这个body里面的 好,为了看效果的话 我们还是把这个监视开上 一定要熟记这个命令 CompassWatch 好,非常实用 好,开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里面来看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body,bodyheader就有一个层级结构 那么这种层级结构呢 在我们这个sus里面呢就称为嵌套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器嵌套 除了选择器嵌套之外 我们还可以什么嵌套呢? 属性嵌套 什么是属性嵌套呢? 好 比如说这里我们设置的是 Bankground Corner 好,我们在这里加一个footer Bankground Bankground Corn Red Size 好,我们来看这个时候生存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Bankground Corner Size 注意看 这些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属性 但实际上我们写的话把它拆成这样一个对象的一个写法 比如说Bankground 然后里面有Cornor Size这种嵌套的写法 对于属性来说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就称为属性嵌套 直接让它生存的会把这个组合起来 这个呢对这种具有纵横线的这种样式呢是有效的 其他的是没有用的 这个呢是属性嵌套 好,除了属性嵌套我们还有这个地址符号 地址符号有什么用 你用复选择器 这个怎么来看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Foot 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A标签 A标签如果想实现Hover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样去写A点Hover Cornor点Hover 我们看一下 其实就生成了这样一个效果 那如果我们要在内部去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写法Hover 也是可以实现同样的一个效果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引用了这个复选择器 那这个时候再用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要去掉上面这一个 好 A的状态的默认状态是Red 然后当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Blue 看一下,默认是Red 鼠标放上去变成Blue 那么这种呢就是引用复选择器 其实实际上它就是直接把这个复选择器全部带 全部搬到这儿来 然后来介绍我们这一堆 那如果说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写呢? 比如说A里面有个Span Span里面也就是一个Canner 随便选一个颜色 好 看一下 A span 当然这个其实也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样用呢? 因为有它和没它 没区别 另外一种场景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场景是如果我们想实现 都总要是重叠的时候 就可能需要 比如说我们想A标签上 加一个什么呢? content这样一个标签 那默认情况下生成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A下面的一个content 但我们刚好想用什么呢? A加content同时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要用这种复选择器 好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复选择器的一个用法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ntirote antirote它是什么呢? 跳出嵌套 好 这里有一个主解 它呢是只会跳出这个选择器嵌套的 这种media的这样一种嵌套 它是跳不出去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呢 是放在这个media里面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antirote是不生效的 如果想让它生效应该怎么办呢? 可以带参数 这种方式 好 我们还是直接来演示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的一个嵌套已经比较深了 那这个时候我想退出这个嵌套 但是根据结构的话 它是放在这个玻璃里面的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用antirote 这个什么呢? container wides 996 写一次 一般来说现在大型的是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现 显示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样式的一个结果 看一下 它呢 就不再是body 然后下面的container 而是直接就是一个container 这个呢 就是我们antirote的一个跳出的一个效果 那什么情况跳不出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media的一个查询 好 关于media的内容的话是非常多的 这样我们就简单演示一下 好 media scroom 这个形象代表说是我们针对这个屏幕来写的一个样式 好 按的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最大样最大宽度是什么呢? 是1200 为了看效果的我把它设小一点 比如说最大宽度是600 那么在这个600以下的话 它就会使用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样式来渲染 好 好 本来是 注意了 这个地方还需要有一个内容 点container 好 它的话 就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body.container 为什么有个body呢? 因为我们并是放在这个body的这个天套里面的 而没有用antirote这种写法 那理论上的话 我们如果加上了antirote 那么它就会直接使用这个container 我们看一下 好看一下 它呢实际上没有跳出 我们的这样一个media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withoutmedia 好 使用这个代码之后 看一下 antirote 这里的话 如果带上这个括号之后 我们需要这样的代码去书写 注意了 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跳出部分放在这个内容里面 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container呢 就已经跳出 跳出了我们这样一个media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 这个body又跑回来了呢? 因为我们设置的是media 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设置它的默认值 如果 好 同时设置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样一个body也不见了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antirote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用法 看一下 它呢是 呃 它有四个关键字 关键字 一个呢是war 所有 就所有都要跳出 这个rule呢 是我们表示常规的这个选择器 css 那么它的默认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rule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默认的时候它是能够跳出这样body 这些常规的这种选择器 但是在这个media里面它跳不出去 因为我们没有设置它为war 或者media 这样一个参数 当然还有一个support 这个呢 因为不怎么用 这样呢我们就 不去写它了 好 这个呢是antirot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ntirote 与这个地址引用的一个复合的一个引用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直接把这个demo套过来 textinfo 好 首先呢是一个textinfo colorred 然后呢我们可以使用antirote 然后 好看一下这个写法 什么 好 菜单下的这样一个textinfo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它设计一个独立的 好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成的一个样式 body下的的话它是默认使用这个red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地址呢它代表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层级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外部 除此除了放在外部之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加一个antirote 让它跳出去 好这样子的话就达到我们的一个效果了 看一下 直接是textinfo 然后是菜单下这个live下的一个textinfo 它是不同的一个颜色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能够很灵活的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好这个呢是antirote这个地址的一个组合引用 当然这两个组合还有还有还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画样 这呢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简单的这个嵌套相关的一些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计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计程 计程的话就可以有一个简单计程 多计程练习练习练习练的很多类型啊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好我们来说一个简单一个计程啊 比如说这里我有一个叫 叫 alt的一个样式 好设置它的一个颜色 好这个颜色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承它 我们有一个叫 alt info的一个 对象 一个类 那这个时候呢我想要 继承怎么写呢 extend alt 除了在它以外 我还要在它的 这个颜色 这个呢设置一个前景色 比如说它的colour shred 其它的一些颜色不太好记 看一下 哦 哦 这个分号不能少 好应该是 分号 都保存一下 好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生成的一个样式 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alt alt info有个公同的一个样式 然后呢 alt info有个自己独立的样式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继承 我们公共的样式的话 只可以只需要写一份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再来重复来写它的一个样式了 除了单个继承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多个继承 多继承一个怎么写呢 比如说给它拿一个 叫 small 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设置一个funtysize.12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继承这两个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写法 好 不仅进成是alt 还进成是small 好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样式出来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写法呢 我们可以用逗号分割 然后呢 再来写一个small 这种写法呢 看起来更简单更直观 其实生成的一个样式是一样的 看一下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多继承的一个写法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形继承 好 还记得我们的一个注释吧 继承 多继承 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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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练继承什么一个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叫one的样式 Border等于EPX Sony的Red,一个红色边框 那这儿呢,我有一个Tool 然后它呢,是继承 这样一 哎,糟了 搞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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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 搞错,搞错,搞错 哦,没了 注意看啊 继承,多继承 好,这是炼士继承 这个时候继承,继承一个旺 然后呢,它还有自己独立的样式 看了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Sway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又要继承字 2 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样式 好,那这个时候产生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1,2,3,同时有一个公共的样式 然后呢,1,3,有一个 然后呢,3,有一个自己独立的 那这种形式的看起来的话就比较像一个链条 这个也是我们链形继承的一个由来 好,除了这一起之外,我们继承有什么局限性呢 就是说我们虽然可以继承的东西很多 但是还是有不少是不被支持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相邻的一个加号的这样一个选择器是不能被继承的 然后这种包含形式的一个选择器是继承不了的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局限性 另外呢,如果继承的元素是A A标签 那么这个A的话又有一个Hover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个Hover也会被同样被继承下来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继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种包含选择器是没法继承的 这种相邻的一个兄弟选择器也是没法继承的 好 除了之外,我们还再看一下这个 既成了一个交叉合并 什么意思呢 这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过多在演示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1A 它是有一个样式 然后呢,有一个23它既成之A 那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样式的话 就会进行一个组合 所以说是 这个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注意了,这边 刚刚的是 刚刚的是 嗯 交叉 继承 好 这么写吧 A点 A 下面的整个span 有种funt wait blog 然后呢,有一个 DIV下的一个 DIV下的一个 Table 不行 换一个 好 DIV下的一个content 那这个时候呢 这样子的话就实现了一个交叉的一个效果 导致呢这个样式呢出现了不可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生成了不可预期的这样一个样式 所以呢这个交叉继承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我们甚至在使用继承的时候应该避免这种用法 好 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继承的一个作用域 所以就是说继承呢 它是无法在这个media之外来继承的 如果要想在这个内部的话就必须要在内部去写 比如说我们media Screen MaxWides 好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想随便写一个什么呢 嗯 好 Cast 这个时候呢我们想继承什么呢 我们想继承点我们的一个to 看一下 出错了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写错的单词 对比一下 这儿少了一个and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下语法错误 不能在这个选择 在这个media之外去选这个继承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继承to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可以在这个内部生命一个to 然后稍制一个样式 然后稍制一个样式 那这个时候的话 呃 难道是因为 这样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才能够继承成功 看一下 使用了这种一个结构 好 这个里面还不能重鸣 重鸣 重鸣之后他会去 先会跑上面的一个也会报错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一个地方 好 这个呢 这是关于继承的一个知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一个lt这样一个效果 实际上我们在写 初写lt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要这个ltinfo这个样式有效 我们不去不想生成这个样式 怎么办呢 它只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中间样式 那实际上我们这边是生成了 是生成了的 那如果不想用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站位选择器 来看一下 好 站位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lt了 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 好 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lt就没有生成了 直接生成了我们的这个ltinfo 这个呢 就是我们站位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公用的一些样式 那我们可以用百分号开头 来定义这样一个站位的一个选择器 然后在里面书写 如果我们没有用了它 那么它是不会被生成到这个css里面去的 如果有人有东西 有这个样式来继承它 那么就直接生成到这个 被继承的 就是要继承它这样一个class name里面去了 它就不会把这种多余的一个css 进行一个编译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站位选择器的一个效果 好 看一下 其实就是说一个站位符的一个意思 用的是我们才去 才去用 才去生成 不用的是它就是 在这个代码里面有 但是在真正的一个结构里面是没有的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些知识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客户任务 客户任务呢就是设计一个小的一个页面 然后来利用这个嵌套继承 来构建这样一个基础的一个样式 好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上节课的利用变量和导入实现多皮肤 这个呢我们在这儿再简单说一下 好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 这个直接复制过来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切换皮肤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来用的 这儿呢给大家说几个技巧 一个呢是我们设置颜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这个内容去选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corner red 好 那么当我们点这个red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颜色选择器 拖到页面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改变它的一个颜色 看一下 是吧 这个呢是我们如何来取屏幕的颜色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做法 好 好这个时候看一下我们在切换皮肤的时候 是它会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关心 scan1和scan2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有些什么内容呢 好 我们来简单的实现一下 把这个不要的关掉 好 scan1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出来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一个logo logo logo的话是我们顶部的那一部分 它呢有一个 我们唯一能设置它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大小 好 那我们就对logo来设置它的一个大小 看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对这个菜单可以做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菜单的一个设置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变量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变量 logo wides 好 记住 变量的这样一个符号 对于导 它呢就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个 这个 funk size 当然 当然我们推荐呢是不使用这种大写的 我们直接用logan-height-logan-wilds 这种用法是比较好的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看还有什么可以改的 我们的这个图片是在哪呢 哦,这里 我们的那个container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当我们使用这个皮肤1的时候 它是这么样子的 注意看 它是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的 好,由于写一个整个页面的一个样式呢 是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这儿就不再多讲 这儿呢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来做这样一个范图 切换皮肤的这样一个操作 这里呢就是说通过一种 禁用一个样式或者启用一个样式的方式去做的 那有没有其他范图的方式呢 当然是有的 就是说给我们这个body设置一个class 然后呢我们就全部用牵套的一个方式去写 这个呢是更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SARS的一个逻辑的 比如说在skin下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写 skin1然后下面什么什么的logo 然后在skin2里面的话我们就直接用它来打头skin2 然后里面的什么logo好说是大写我们给它说大一点看一下效果200 好这个呢哦这个我们要设置到它的这个image上面去才有效果 好skin1的话我们也是 这个是logo下面的好这我们就不用变量了300简单看一下这种第二种这个轻缓皮肤的一个方式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生效 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没生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权重呢它是不够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这个index这个里面的一个样式把它的这个权重呢提大一点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做这样一个覆盖 我们来看一下skin1有写吗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是第二种前方式所以我们要这里做一个改变才可以 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body skin1好注意看它这个位置就变了 那如果我们改成skin2的话好它又变了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半夫的一个两种做法 好 具体的一个应用呢我们后面的一个课程会提到 那我们在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ê 我们下期再见